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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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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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让这个是下落 下一步我再进去就行 那么 你再支持的话 我马上呢就是闷杀 闷攻绝杀 那现在黑方怎么走呢 现在黑方只能掌据 来看住 红方进去的线路 因为走去他一起都不行 所以说黑方呢 聚三建议来守住 守住的话呢 红方还有一条路 仍然呢 可以置黑方于死地 就是呢 大家看 拘留近似 妙齐 现在借助于老帅 可以砍士而形成一个绝杀 怎么办呢 黑方呢 只好呢 再次进去来守住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 那么红方呢 好像是又没有路可走 但是就是在这个危难的时刻 好像是无解的情况下 又有呢 一次曙光 这所谓 山重水赴一无路 柳暗花饼呢 又一寸 红方呢 最后一个巧招 就是呢 居六平五 这步棋呢 不容易发现 为什么红方要走 居六平五呢 那么他的目的呢 就是居线花心 大家看 这步棋呢 可以说是超级绝命 非常难以想到 那现在黑方如何化解呢 大家看 那么黑方这两个狙呢 都没有办法阻止 红方 那么具有禁意的杀气 比如说现在黑方平狙 那我现在呢 就直接现狙 超级精彩 那么黑方呢 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用狙来吃 然后呢 我一泡一浆 闷杀 那他的秀说 我用狙来吃呢 那更是闷杀 绝杀 红方呢 用狙炮妙计 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 黑方双狙呢 只能是望旗而形态 好 今天这盘残棋 就给大家 继续到这里 超级精彩 超级绝命